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244集 这一集我们赶快来听众现象 难得有一阵子没有听众现象了 好像有个三集左右没有 对难得又有了 所以不需要我们两个 不需要大家不需要听两个大叔讲话了 今天不用尬聊 今天不尬聊 没有讲的他让我们平常都很硬干 硬干聊天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觉得有听众现象 就是有信来优先念信 优先念信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这一位是 艾迪哥好小两位好我是KD KT 等一下我我想到哏了打岔 KT 昨天我跟我们全家 昨天全家出这种三个 刚好妈妈放假 我们去看了那个KT因素蛋 韩国直男 因为昨天他们对了什么梦翔佳 对 梦翔佳今年 来了一位14号的选手叫做蒋玉安 我家小鬼的偶像 你们家小朋友的偶像 对 你们家小朋友有他的鞋子 突然发发现 哎呦 怎么梦翔佳要来台北 而且在和平燃酒馆 离我们永和又不远过的敲道 马上买票 刚好妈妈放假三张票买下去 结果昨天去看 不好意思 蒋玉安继续还没出来 去了梦翔佳 知道都还没有出来打 昨天也没出来打 昨天讲 看到KT突然 KT因素蛋 看到那种许仔的小儿子 许迅昨天有出来打一下 在看来上我就那个感慨 因为我爸以前从小 带我看那个穷师辈什么 我是看着他爸爸打球长大了 然后你变老时候看他 看到小孩长大来打球 过了我这边几年了 过了几年 我小学的时候被带去看 现在已经快50了 40年后 我又坐在宽众席上 看着他的小儿子在那边打球 好怪喔 心情很复杂这样 好 车完了 请教练继续往下念 好 那我们就来讲咯 继续 KT他说关于杂访市丘园市长 之前那个被问到 是否想招商俄军机要杂谎 他那种他做出了 艾迪哥觉得很果断拒绝的发言 我认为他会这么说并不突兀 因为我平常在观察日本地方政治 虽然不是北海道 所以提出一点个人观点 供个人观点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 丘园市长第一时间会有这样的表态 最大人应该是真的没有适合的土地了 之前该是有想办法帮火腿在室内 找球员球场园区建设地的时候呢 不管是北海道大学或者是 增居内公园 都受到校方或是居住周边居民的反弹 所以说二军基地应该不需要 球场园区那么大的面积 但他可能也不想再麻烦一次 艾迪哥在节目上说 觉得为何丘园市长不先讲个场面话 后面再要不要争取再看状况就好 而这点就是日本跟台湾政治上的不同 喔 台湾的政治任务对民众一些要求 可以轻易的说 不错啊我们可以考虑 之后没认真争取也没太大关系 台湾选民不太会记得 没有啊我都记得喔 那些像我开的 这个不对 这个我都记得 要看人 要看人 我觉得大家都记得 只是大家都习惯放弃了 就像那时候被洗掉 对后面的新闻对他过去 不然 这个可能 对啦 不过台湾的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但日本政治任务要是说出口 媒体议员都会记住你这句话 之后没给个交代是不会罢休的 后续没有要执行的话 要给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理由 特别是邱元市长已经在火腿 离开渣谎这件事上摔了一个大跟斗 假设他真的说 我们会争取二军基地 结果抢输其他自治体 等于站起来才做两步又摔一次 再丢一次大流 如果我是他 在土地不多又没有绝对胜算的情况 我也会选择一开始就放弃 至于其他自治体 除了应该有土地可提供 他们也没有札幌市的包袱 就算真的抢输了 当地民众也不会太割刺 所以第一时间表达 欢迎之一可以理解 嗯 二札幌 除了抢输很难看 其实抢贏的我认为也不会高兴 因为这会变成一军在S空系统 秋长远去是北广岛 是二军在札幌 那这样的构图对札幌好像是屈屈在北广岛之下 因此 就是如果不果断放弃的话 让其他地方去针对其他自治体 因为对其他自治体来说 就是很需要是二军基地后 带来的球迷观光彩 但对札幌市来说 这只是锦上添欢 他们已经够多观光客 也就是说 真群27季对札幌来说 吃力不得好 打破又要赔 他们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完全可以以上提供 给各位参考 谢谢KT竞上 喔 所以来了一个专门的 来了一个巷子类的 他提的这两点我觉得 这两个切入点是 可能大家比较少会看到的点吧 这应该才是 平常都有真的在关心 政治人物 比如日本的 嗯 他们注重什么 什么是中什么 啊我们这就比较出钱的看 就觉得说 怎么不会这样 怎么不会那样 可是你经过这个KT 这样子分析一下 合理 绝对合理 是啊 因为如果不是照KT 这样子的分析去做的话 大概 就会 比如说如果我去 我去当早王市市长 我就准备再算一个大跟斗的意思 哈哈哈 对艾迪市长的话就完了 就 除了那个 那个一军组长没在这 二军组长又抢输人家 然后又被他钉在墙壁上一次这样 对 嗯 KT的分析真的真的 这个要怎么讲 没话讲啊 非常的到位啊 对对对对 非常的 一针见血 嗯 理的很清楚 不争取 所以直接讲绝对绝对 我觉得是 邱元市长 算是应该也想过后 决定这样子做 对 嗯 所以现在可能比较也 比较小心翼翼 那将日本的政治环境是这样 你不能随便乱讲话 随便讲话 是有点都会记得 就算你要改变你的方针 你又要给大家一个很OK的理由 那当然那一开始 如果就是表态 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样子就 就是以我们这种 很出钱的观点的人 就觉得 哦 合理合理合理 对那第二个的话 这一个角度 对耶 这个角度我一开始我也没想到 嗯 假设 扎晃抢一个 对 扎晃如果真的抢到了 对耶 一军在北光导师 二军在扎晃 好像突然挨了一截 对对扎晃市民来讲 我觉得一定也有很多人会觉得 只是那种 哦在心里 好像我们变小弟这样 对 某种程度讲好像我们变小弟 对 这样有道理 可是你以北光导周边那些自制体来讲 那也一样像KT分析的 这个抢到了观光台真的不得了 想到赚到没没想到没差 大家都会怪我 没想到说不定 也可以分一点 我跟你讲 嗯 嗯 想办法算分一点 比如有一些新的饭店起来了 所以你那个做JR 可能也不用做到那么多站 比从札幌来可能都还要近 对假设是比如什么 呃上次那五格起 不要扣掉札幌扣掉三小木 还有什么 反正那三个其中一个 如果我假设没想到 可是我也有开始有一些 那个那个可以做出的饭店 那可能做不到几站 就可以去二军 或是去北光导 嗯 可能都比从札幌来 要来的近 对所以这个 对其他那三个 那个地方自制体来讲 一开始就很欢迎 然后那这样 也就都可以理解 对 因为就算 最后不是选我们 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那个渣渣可以吃 你知道 嗯 大饼吃大饼之后 钓出来的渣渣 煤鱼虾也好 吃那些渣渣也不错 那种感觉 对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 也许就他就是KT这样子说的话 可能 其实在火腿确定要迁到北光导市 这一刻其实 日本火腿跟札幌市的关系 基本上就完全结束了 因为 认真讲 我只是在想 北光导市那个圆区 其实你硬要盖个二军检疫球场也是可以的 哦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可能当初规划里面就没有 没有算在里面 对 他原本就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 我们只是球场先起来 旁边这些要干嘛 大概一定有想要 比如有医院 还有那个什么 给年长者住的那种地方 还有什么 可能都已经先规划好了 只是一步一步去完成 嗯 那二军的这个基地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要跟一军就比如就在旁边 也许我就是想要分 我只要不要太远就好了 嗯 可以让我那个 Oyako game 有没有就是 比如一军的选手早上 还有下午可以去那边打 武昌打完之后晚上可以来 对就是可以来得及移动回来这样就够了 不一定要在 嗯 一样都在北光导 有可能原本就这样想了啦 是啊 对啊 对啊 你的假设也是有合理啊 如果一开始都有规划进去 那一块那么大 怎么可能 盖不起来 对啊 对啊 那可能有可能就一开始就 本来就没有要这样 对 我可以分两个地方 凡距离不要太远 我选手在一二军间移动 可能一小时内就到了吧 对 是啊 对啊 这样就够了 他可能应该是这样想吧 这样子 好 谢谢KT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 分析 对让大家 嗯 这真的分析 完全就是 的确需要这样子的角度去看 你就会发现完全事情完全不一样 就秋月市场就没有那麽 啊呆呆呆呆的感觉 或者说 为什么他也不是所谓的意气之争 他是有经过 仔细考量或作解 对对对对 政治语言是有 深思熟虑过的 不是我乱讲的 这样 好那就来进行这个 这一集的节目啦 第一个要来 恭喜Laius 这个 处选8月羊连打击MVP 对打击部门的MVP 他在8月总共出赛23场 打击率4×03 有过会打的 31只赞打 8只全能打 23会打 对对对 那他自己受访的时候说 这个8月状况这么好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个 他自己本来就非常非常喜欢 FITAS这个球队 嗯 那跟大家就像 家人一样 啊跟过去他待过的球队相比 这个完全没有对比 就是FITAS他喜欢FITAS的程度 是他过去待过的球队 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就是那种意思 你说他现在最喜欢FITAS 最喜欢FITAS 我以前待过的球队都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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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可能反对了 好那再来就9月10号的比赛 跟C5有两场 第一场最后在9局下半 靠着水野达西的再见安打 1比0获胜 就是大家前面8颗蛋 你抱一颗我抱一颗 你抱一颗我抱一颗 抱到第9局上半C5还是蛋 伊藤大海喂了他们9颗蛋 对 那9局下来这边获得突破得1分 伊藤大海玩头玩风 只被打4只蛋打10次的三阵 拿下第12胜 他这个时间点绝对10号海 是羊连的先发投手 不是先发投 圣头里面第一个 第一个冲到 拿到第12胜的 目前还是领先的 就是最快拿到第12胜 那个时候 后面就陆陆续续被追到了 那个没有源的航平 也12胜 没有源的航平 无源的航平 没有源的航平 以后要这样讲 没有想到什么我就乱讲什么 然后LAYS在7局的时候有个状况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7局的时候他第一个上来 就打了一个右外的安打 就上了一雷之后 怎么看到他在那边招手这样 过来过来 叫板灯那边谁过来过来过来 后来防护员就赶快上来 然后还讲了一些话 然后就慢慢慢慢 防护员就陪着LAYS走下去 后来就换了50番上来带跑 那一开始LAYS 比赛后被访问 他说有人就是记者问 是不是受伤 他说这句话 这句话台湾全民也是熟了 真真呆就不 沉沉大丈夫出来 沉沉大丈夫 他也会讲这句 阿罗 MATA 明天再来 再见 那赛后代 选手只有讲这样 他虽然是说对 我没有受伤 沉沉大丈夫 放心放心这样 记者总觉得很怪 那个场面 因为一般大家看到 有选手上一类 然后自己在那边叫板 但谁来来来 然后就走下去 一般以前大家的经验 告诉自己的头脑 一定觉得这个一定有受伤 或怎么样不舒服 才会想要带跑了 自己想要下来 不跑不自己跑了 请赶快球队派一个人来帮我跑 所以后来比赛后 大家记者们就去督新装 新装就要回答 新装回答记者们说 以他后来看到LS本人的状况 他觉得应该不是受伤 LS跟他说 他说他觉得 那个时候他上了一类 因为刚前面介绍过 我就一直零零零零零零 他到了7局下 他第一个打者上来就上了一类 他觉得那个时间点 50番来跑 比我跑还要好 他自己这样子 这样就懂了吧 以速 因为大家都是零 7局下 如果就比谁先能突破 那个第一次先把跑者送回本类 对 那个局面可能就开始 就动 比赛就动起来 所以他觉得 自己觉得说 现在应该要换50番上来 会跑比较快 简单讲 就50番跑比我快 所以说换他比较有用 对 因为他是那一局 第一个打者就上了 又换一个快咖上去 得分几率一定很高 新庄是跟记者们讲 LAYS后来跟他讲的状况是这样 那当然新庄自己也有算摸着良心说 他那时候一当下LAYS上一壘 看到像前面叙述的这样 赶快在那边招手 然后防护员上去 然后一起走下来 他自己一开始也觉得 哎呦 可疑是不是受伤 但是后来觉得不是不是 听了LAYS讲 这样原来不是 听到LAYS这样子讲 他说他心里面是高兴的 高兴的意思就是 他都一直为了球队在着想 只是后面BOSS想要说 他就希望以后选手还是要听从 听我 教练监督的指令 对对对 还是要听指示这样 虽然就是意思说 那个时候没有要换代跑 监督教练心里也没想 后面可能还有一次 打几个机会 对对对 因为这场比赛那个看起来就是 要拿一分都很难的一场比赛 后面可能还有机会需要LAYS 你把打点打回来 怎么样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没有 就是七局那时候没有想要换 就是派人帮他代跑 那当然就是希望以后他 要尊重监督教练的指示 虽然你有这个心情我很高兴 可是我希望还是以后你要 要听我们的 这样 这还蛮可爱的 说实话 那他说 当然代跑的50番 他说其实我们球队从6局之后 就已经告诉50番 你随时准备好 随时都有可能要判你上去代跑 所以这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说很突然 50番也还没热起来 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们早就都准备好了 他只是刚好LAYS 他自己心里 自己这样子想 然后就这样 来来来来 这样子 所以监督大概解释 把整个事情 稍微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 让所有球迷 只要不然球迷也是会很担心 哎呀 这个时间点LAYS受伤就完蛋了 这绝对不能受伤 这现在是很重要的打击的靠山 对不对 所以这样解释清楚之后 球迷们也会比较放心 这样子 好 再来9月10号的比赛 结束之后再来9月11号 911 9月11号的比赛 2比2 打到延长赛 最后在11局下半 前面那一场的主角又来了 大概从7 8月以来 这个节目每一集都在讲LAYS 11局下半LAYS 那个谁 加菲也让一颗直球 稍微跑到中间一点点 碰 再见拳内打 第19号 今年第19号 比赛前面水谷顺 也有打了一个 第7号的拳内打 这样子 好啦 邦黑点先发这一场比赛 其实也投的 中规中矩 7局没有10分 还有9个山阵 有点以前的水准 对 那LAYS 这个第19号的 再建拳内打 来日本的第一支 再建拳内打 而且是一个说到做到的 再建拳内打 日本媒体这样讲 那这个拳内打 这个再建胜利 是日本火腿 今年第9次的 把人家再建 再建胜 而且存钱也存到了 16块 16 哦 那等于加上前一天 9月10号 连两天都跟人家说再见 连续两天都把人家 拜拜 上一次日本火队发生这种事情 是2015年9月22 跟9月23 对阮营的时候 隔了9年了 那今年球季 日本火队刚刚讲到第9次 向对手说再见 已经超过 仰乐多的八次 现在是 两联盟最多 应该讲现在是吗 后面我没有follow 反正就至少在9月11号的比赛结束 就是11号这一天是两联盟最多 对结束的时候是两联盟最多的 跟9次向对我说再见 那回顾到这个 2015年9月22号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雷亚多在第9局下半 从Safate手上考了一支 在剑两份全雷达 那一个球季的 他的第32号全雷达 隔一天2015年9月23号 是当年还是个小菜鸟的 潜艰大机 他的职帮战亚第一年 他打了一个在剑安打 那个时候2015年是 这两天是发生最后都是 是由这两个学校 雷亚多跟潜艰大机 连续两天向对手说再见 对对 连续两天向随斗说再见 其他的话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关键的play 第6局两出局 C5二雷有人 对啊 对方打了一个右外野安打 万波就想要此出这个雷射尖 传回来这个本雷 那当然他传的方向有点 歪到福建妈妈的右手边 所以被传的戴手套的左手 要在右边接了一个弯扳头之后 再拉回来本雷这边 但福建妈妈经验也是很丰富 拉回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手套摆在本雷的 这要是左上角的位置 这等于C5的跑者滑回来的时候 你如果要顺着伸长你的左手 要去摸本雷的角角的话 不好意思 福建妈妈的手套会挡在前面 所以C5的跑者扑下去的时候 左手就想办法往外伸 要闪过那个手套 右手当然也是 也是从就是往右伸开 但右手离本来就比较远 不太可能 对 但那个唯一的解法就是 要绕过手套去摸 可在那一瞬间就看起来 很像Safe 裁判一开始也是判Safe 后来就看了电视 不好意思 C5的跑者左手伸出去之后 还来不及要弯回来摸本雷 肩膀已经被福建妈妈的手套碰到了 所以后来改判out 这个关键 这个play就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你还是Safe的话 对于C5就会得到第一分 后面比赛会怎么样就很难讲 但是守住这一分 让最后那个雷尔斯有机会 在剑圈内打 这样子 好 那另外Hito Interview 这个还是主角雷尔斯 这个很好玩 这一天MVP可以得到什么 奖品 因为有时候都会有赞助厂商 对不对 这一天的赞助厂商叫做麦当劳 汉堡一年份 吃汉堡一年份 小鬼那时候也看到 汉堡一年份是什么意思 他说随便你吃一年吗 我不可能吧 一年份我的解读应该就是 365颗给你 你说一天一平均一天一颗的意思就是 就是一天给你一个 等于送你365颗吧 嗯 因为小鬼的想法是一年份 就是免费让你吃一年 那是叫做一年 无限量供应吧 对啊 应该不会叫 因为他 那个牌子上面也就写 Hamburger 一年份 GET Dead is 媒体写的 他说我做的是那个时候 那个 麦当劳的那个 长官上来 要照相 嗯 对啊 就汉堡一年份 我的理解是 就是365个吧 不然你 Layers全家去吃 没费让你吃一年 不可能吧 哈哈哈哈 对 我说看 这一半 好像看到一个 Layers的小孩 好像4个还5个 好像是 我好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姚子部消息传言 他没有正式结婚 但是有小孩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印象里 我在滑手机的时候 描过 描到的 我不是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假设 小孩 这样子吃 这样吃一年 那很多 但我也不相信 因为他们有办法每天都吃麦当劳 对 你也不太可能每天都吃麦当劳 总之就是麦当劳一年份 不是麦当劳一年份 这样子 嗯 啊 其他的他就是说 这个 如果没有所有球迷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这样这么的享受棒球 享受 享受 享受打棒球 对 所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都是靠所有的球迷们 都是你们帮的吧 那关于这个 再见 全家 我会讲话 再见全家 因为前面媒体有介绍 这个是一个说到做到的 再见全家 那原因就是 他做这个比赛中的时候 他跟万波就 两个人在互相对话 他跟万波讲 今天我一定会把 在我的手上把对手再见 万波也跟他讲 明明是我 我会在我手上把 西湖再见 最后机会来到 我手上 棒 我真的打了一支 再见全家 这样子 那 记者又问到 这个状况真的都这么好 一直都这么好的原因 他说百分之百都是教练们的帮忙 还有监督一直一直都告诉我们要享受棒球 然后还有每次每次的比赛前 大家在板凳前面围圈的时候 圆阵的时候 大家原本都是带着笑容 大家一起这样激励大家 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这一天的 一丁姨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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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这个完成 然后一开始就回头跟雷斯说 那你要请我吃烧肉 我才要后面帮你 帮你把那个 讲完 对对对 讲完 那个记者就问雷斯 那怎么办 刚刚奈良间都这样讲了 翻译不就翻给雷斯听 雷斯就大笑 然后就说我没有钱 雷斯总可能没有钱 雷斯在美国职棒 要不要赚多少了吧 代表说他们都有这些 那个气氛互动 真的非常好 可以这样开玩笑 看看星星的要几万多 而且哪一天 拿那个8月MVP 还有30万奖金 怎么没有钱 那绝对够啊 不然吃过 等一下还会有 等一下故事继续往下下去 还没 还没 后来雷斯的故事 真的超长的 后来再来 又问了 记者又再问了一题 因为上礼拜 翻译不就 在他的线动 IG线动PO了几张 他求婚成功的照片 而且求婚的地点在北海道 我看起来那个地方就是 应该是北海道深宫啊 我看的那个地方应该是这样 北海道深宫 如果没看错的话 记者就 记者也很无聊 记者就问雷斯说 你的那个队友 翻译不就 前几天求婚成功了 其实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他们说 能不能唱一首歌 祝福他们 翻译就讲给雷斯听 雷斯也是大笑 原本以为 他本来一开始讲说 我声音不好 他一开始讲这样 本来想说可能就 不好意思唱 他回去就 没有 后来他真的在想了 大家可以看 heater interview的画面 他真的在想 想一想 还是突然讲了一个 Huini Houston 他拳掌又懂了 你要唱哪一首 我们都知道了 对 就是那个 那时候那个电影叫什么 Buddy God 对不对 对 中文叫什么 Buddy God 王子也中文叫什么 反正就凯文科斯纳 跟惠宁休斯顿 对 就那首主题曲 那叫什么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后他就唱 他就唱那个最重点 那叫 Am I 那个 反正就唱那一句 他就拳掌 我看 应该没有几个人 在heater interview的时候 唱过歌吧 应该 可能不会是没有 但是很少很少很少 我觉得他其实 这礼拜做很多就是 应该没有人在 日本职棒 做过的事情 比如说像是 不是受伤 只是说觉得自己 是队友跑不了快 就队友换上来 对啊 帮我跑帮我跑 就这一份 然后 只是媒体跟大家讲说 有没有什么想要 祝福自己队友的歌 然后真的唱了一首歌 他真的想了 他真的想了 爱唱 他真的唱出来了 然后唱出来之后 哪有不好听 我觉得他声音蛮好听的 嗯 他声音这还蛮不错的 没有什么怪怪的 没有走音 没有啦 音是蛮准的 声音也很好听 这样 而且他这样一想 我那天突然在想 哦 原来如果你问 是比如美国人那种 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唱一首歌给你 求婚成功 或是刚结婚的朋友 是不是美国人 大部分都会想到这一首 是好像有可能 因为这首够有名嘛 哦 够有名 要好听嘛 大家觉得好听 那如果是台湾人被问这个问题 台湾人会选哪一首 诶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 对 我现在突然想到就那个 蔡依林跟陶子那一首 哦对陶子那一首对不对 吃吃喜宴最容易听到的 对一定会听到 收签收 我们印记中那个 很容易听到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我就想 啊那日本人呢 如果日本人 如果日本人要唱哪一首 日本人如果你被问 如果你是日本人 你被问要问 请你唱一首歌 献给你这个刚求婚 或刚结婚的朋友 日本人会选哪一首 哇这个日本人感觉很多 日本歌 日本歌应该感觉很多 《First Love》也算吧 哪一首 哦 《First Love》 你多听话是 《First Love》算吗 我不知道 算不算 好像内容好像有点不对 对 我想到的一个是什么 那个谁吧 我想到是米西亚的 米西亚 可是米西亚的歌 都很难唱吧 哦 不会啊 惠里舒适顿 没有好唱到那一句 我想到那个 人家名字我熊熊忘了 还有 什么什么卡纳 是不是 我是忘了 Butterfly Butterfly 因为我好像 看什么看过 嗯 我觉得不要再考虑我们的记忆 就是现在开始开放留言说 对 大家可以 如果 如果你在 如果你是日本人 如果你是台湾人 好不好 我们回答 英文的就算了 日文跟国 台湾人 跟华语的 你的 你被访问的时候 问到说 如果要送给你 结婚的好友一首歌 或队友一首歌 你会想要哪一首 对对对 我刚刚的确是 马上就是冒出米西亚的那一首 我还没有想到歌名 我还在想 对 Everything 是应该可以 对对对对 就是不好唱的歌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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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想 这种歌好像都是真的声音比较高 也要比较厚重 的人唱 嗯哼 比较有那个 那个那个 感觉 就是那个 哇 这样 音要拉很长 对对对对 那个铁肺的那一种 对 嗯 嗯 然后后来 ZS就继续就被问到之后如果有机会再上英雄访问台还会再唱歌吗 他就会 他说如果我们球队进高潮季后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想要唱 那被问要唱什么 他说我想要唱皇后合唱团那个 We are the champion 我们是冠军吗 这样子 本来就是现在已经 现在 那个Excom Vivo 可能接下来慢慢慢慢 Hero interview的时候会顺便变成那个 KTV包厢 嗯 反正现在我们中华职棒蛮流行的嘛 对对 蛮比赛后 以后日本也会跟着 日本就开始 但是日本是可能选手自己唱 哈哈哈 不是找歌手 是选手自己唱 台湾也有选手唱啊 啊 不知道那个中信兄弟有 那也好几年了吧 对对对 那个最后有那个 乐天王也有吧 乐天王也有 嗯嗯嗯 对好像都有 我是上次看到一次 跟一个以前的同事一起去看 卫泉龙是不是也有 卫泉龙也有吗 而且娜摩你是不是听过娜摩唱歌 你是不是听过娜摩唱歌 今天好像看到什么 什么张雨震唱什么 张震宇啊张雨震 我没有记错名 张雨震嘛 他好像唱了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等下讲说 他唱的比原唱好听 嗯 好像今天刷手机的时候 看过 一瞬间看过这个字 这样子 好那当然就要问一下 新装监督 这个雷也是再见全会打赢的 有什么想法 他说这场比赛 现在要感谢选手怎么样也感谢不完 嗯 所以等一下请大家去问他们 问选手吧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走了 日本媒体写得很清楚 说了这一句之后就 扬场而去 就离开了 就走了 就跑了 这样子 好那 那后面我看还有什么可以讲 然后这个 这个叫什么 之前说要请solo 对不对 30万 雷也是后来就接受访问 他说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日本 我得接下来要移动到仙台去 要去做客 然后等到我们去仙台的时候 我就会带大家去请 大家去吃烧肉 因为仙台的肉是有名的 有名的好吃 这个奖金30万拿出来 请大家去吃 30万整对吃 应该不够 认真讲 认真讲好像不够吧 应该不够 等一下我们注意讲 如果他们去吃的话 等一下我继续介绍 浩小就会知道为什么 一定不够 不够 好那这一天9月11号 一军跟对手说再见了 顺飞来接下来二军 二军这天也就这么巧 二军也跟对手说再见 无比是以夺得 这场比赛是 最后再见的 把人家说再见的是野村又西 他打了一个 我记得是 打到拳打强的 2分打点安打那样子 所以最后赢了 好那 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消息 马比是这一天二军 这场比赛的先发投手 他在二军投了 5局77球 被打4安打一保送6三阵 失两分 智泽分一分 然后后来就下场休息 哎呦 马比下去二军之后 居然球队安排他 投了一个5局 哎呦 这个情报大家分享 分享给大家一下 哎呦好妙哦 搞不好过一阵子 你觉得看他上来 对你正常我们联想 你这样现在下去二军做什么调整 基本上都很有可能就是为了 往后做 就是季后赛做准备 对对对 我印象你这一场比 好像 好像那个谁 萨巴拉有出来投一局 所以看起来也没有到重伤啦 是不是有人讲过说可能像这种 季后赛季后赛CS这种 其实蛮多球都会准备 以两个先发做准备的 就是一场 什么意思 他只有两个 比如说 比如说原本先发投手状况不稳 我发生什么状况 马上上下高上来那种 只是你的问题 我知道 再换了一个角 其实现在的先发投手没有到不够 你知道 嗯 能用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那你说如果好像Mafi的角色 比如或许可是不是可以讲 比如就是 类似一个长中纪的角色在那边待命 就是先发投手如果没有办法投场 可能三局左右就挂了 那上去接棒了 比如就是现在在下面 为了这个在准备的Mafi啊 或是其他人 嗯 有没有这种味道 对不然他之前都把投一局比较多 对吧 好 那再来 下一个消息 这个13号 9月13号的时候 这个新庄监督在他的IG上面 发一张照片 这代表那张照片 不只他 这也不只他发了 大家很多人都在发 发了什么照片 就是野手们 有万坡水谷 啊什么什么的 这个 马丁尼子他们 在吃饭的照片 原因就是 雷尔斯 到了他们 一伙人 就是选手们移动到仙台之后 真的去吃了 真的 所以野手们全部都 合照的意思 吃烧肉大合照 这样 监督看了这照片 他就很高兴 他就发在他的IG 他说选手们都很可爱 今年到11月 我们都要跟这个 可爱的选手们 一起继续享受棒球 因为大家这合照的时候 每个人都摆他 他那个BOSS的那个手势 就是我们台湾的话 可能比较像手枪 手枪比7的那个姿势 他说大家比这姿势很可爱 大合照 这样气氛很好 然后因为他讲 新双监督那个重点 今年11月为止 跟这些可爱的选手们 一起享受棒球 球迷们就 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们会一路打到最后 我们会打到这个赛节最后 对对对 那种意思 所以是11月 对因为连那个记者都分析 他说今年的日本系列大赛 第6第7战 是11月2号跟3号 所以监督讲这个意思就是 他已经讲到 我们不只会打经理日本一 还会打到第6第7战 第7战 对 不会前面很少 或是背很少的意思 对了 对因为如果 把人家很少或背很少 可能10月底就结束了 因为他自己讲 要今年跟大家 这些可爱的选手们 享受棒球到11月 所以记者说 又是这个意思吗 就算打经理日本一 也是激烈的 就是战争这样 要打到6或7才会分出胜负 那种意思这样 是大家都在嗨 甚至有的球迷说 不止不止不止今年1月 明年后年也要一起 继续打棒球 因为现在很多球迷 就是知道这两年 前面两年苦撑过来之后 第三年有好的结果了 对 很多很多球迷都希望 新装继续戴着 对继续戴 好 再来就9月14号的比赛 9月14号 到乐天这边最后5比7 5比7输了 输了2分 加藤桂枝 没有拿到第10胜 吞了第8败 水谷顺又来了一只仙头打者全在打 又来了 轻功这一场也猫了一个 第12号的全在打 也是 在中东 先来讲水谷顺的 水谷顺的这个 仙头打者全在打 第4次 第4次 对我记得第4次了 对上次第3次 这次第4次 那最平的是1998年的田中信雄 田中信雄那一年有连 可是他最后田中信雄是连 不是连 最后单继5次 嗯 现在水谷顺ła已经有4次了 其他的话 哦这个是球团 把主场 签来北海道之后 第一次 因为1998年 时候还在 1998年那时候还在东津 东津巨蛋 那新松健 Energy这场球虽然输了 他觉得球队现在的状况 就是不管落后几分 我们都可以打出一个 让球迷舍不得离开位置 继续坐在那边看的 看比赛的那种球队 意思就是就算我們落後了 你會捨不得走 因為你覺得 等一下日本歐隊一定就開始要追分了 就開始要追回來 就是還沒結束 對 不能走 等一下一定說不定就逆轉了這樣 他說今年球季已經好幾次好幾次都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這樣子的球隊 球迷進場看我們打球 一定會捨不得走 捨不得提前離開 就算我們落後了 你不會說放棄了 算了來照了 在這場沒救了 不會 我們現在已經是這種球隊了 我們就會讓球迷覺得 我們都有辦法追回來 好 另外還有依照慣例要繼續對清宮 清宮打了紅布浪 就是要繼續愛的吐槽 愛的吐槽 就是不稱讚 因為前一天Layus辦的 他們叫什麼Layus Solo會 其實清宮因為有事情 他沒有參加 他另外 以前已經跟人家有約了 他沒辦法去 當然愛的吐槽 就心中的愛的吐槽就來了 他說 打這次拳雷打 一定原因就是因為前一天 他沒有去參加燒肉會 所以沒有吃的那麼飽 沒有吃太飽 沒有吃太飽 身體狀況保持得比較好 所以才能打紅布浪 一定是這樣 這好像是稱讚 沒有意思是說 他如果前一天去吃燒肉 吃很爽 對 FindleLayus 出現吃的太飽 他今天就不會打拳雷打 就打不出來了 對 是還好他昨天沒去 沒有吃那麼飽 所以今天才能打拳雷打 那以後就 清空都不要吃飽就好 吐完後面還沒 還沒吐完 後面又繼續再繼續吐 他說如果他前一天去 他大概 就是意思是說 那個肉大概要 他一個人就要多吃 一頭牛的份量的肉了 是諸如此的恐龍 是諸如此的恐龍是不是 那個什麼暴龍是不是 吃一頭牛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第一個吐是還好他前一天沒去 前一天沒去他就會吃太飽 吃太飽今天就打不出拳雷打 另外一個是 假設昨天他去了 他一個人就一定會多吃 一頭牛的份量的肉 又要再吐他很會吃的意思 對 因為清空的傳說 以前是不是也講過什麼 做新幹線的時候 幾個便當 吞了幾個 四個五個六個 是不是 對 新莊傳說對不對 不是新莊 清空傳說 清空傳說 所以新莊再吐一下 吐他食量大的意思 還好他沒去 去也要多吃一頭牛的份量 但記者們就把監督講的話 後來去跟清空講 清空說苦笑 他說 哪路後多 他只能苦笑 監督就吐到早上 他也只會這樣接 對 那另外 因為前一天13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一起去吃 雷葉是辦了solo會的 對不對 雖然清空沒去 還有一個誰沒去 我忘了 兩個野手沒有去 還有一個沒去 我忘了是誰 另外可是在14號的比賽完 雷葉是你看 這種羊羊被奪吹 因為就這麼巧 剛好日本火腿的二軍 在那個時候 也到了仙台 遠征 所以13號辦了一個 一軍野手的雷葉是solo會 14號辦了一個 二軍選手的雷葉是solo會 哇 辦兩場 你看雷葉是s 你看那時候下去二軍 那這30萬一定不夠 一定不夠 對 所以我剛 我的節目繼續聽下去 你一定會很肯定 30萬不夠 因為要辦了兩天 是兩張 比照我們台灣流水席 吃兩天就對了 你有看那個場景 你講第二天也有拍照片 同一間 同一間solo店 流水席連吃兩天 這樣 還是第二天清空就去參加了 清空有參加二軍的這一攤 雷葉是solo會 對 然後再來就 9月15號的比賽 禮拜天 sorry 下雨 比賽中止 對 延賽 好像延到球技的後面了 10月初那時候去了 好 那就在9月16號 今天錄音下午的比賽 最後6比5 輸給了樂天 本來還領先 本來3比2領先 到了七局下半 七局下半 也許打了4分 池田龍鷹上來 沒守住 後來再換柳川大臣也守不住 那一局被灌了4分 然後9G上的時候 這有過選的 9G上的時候 對方又派出這個 整本昂大 呵呵 日本火腿要拿2分回來 就是你要過 這整本昂大今天 對到日本火腿好像真的很不順 真的 應該很不想要打 應該不想要碰到火腿 嗯等一下來跟大家分析這樣 那好啦先來講新莊監督 好雖然這場比賽輸了對不對 哇新莊監督居然也是沒有那種 不好看的臉色 沒有 還是 就是 像什麼一派輕鬆這樣 他覺得輸了沒有什麼 他說 雖然我們今天輸了 可是今天的板凳劇 真的也是有夠吵的 你知道 真的還是很吵 尤其那個9局最後那個時候 那他覺得說 哇那個吵的聲音 就是有時候都覺得耳朵有點痛了 有點刺了就對了 就大家很吵 於那個最後一局的時候 甚至前面被逆轉了 因為那一局丟4分被逆轉 大家也都還是覺得 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會逆轉 還有機會 辦得到 他覺得 哇這球隊現在整個 士氣 氛圍都很好 就算本來領先被逆轉的 大家也都還沒有那種灰心喪治 泄氣這樣 但我覺得還有機會 我們打得回來 這樣 那另外還有提到 金村上針 因為今天先發投了 5局4分66球 就讓他下去了 那記者就會問監督說 因為這個換投的策略是怎麼樣啊 他說今天 金村上針的球 好像直球沒有那麼好 感覺球的品質不是太好 直球的品質不是太好 這個 再來要遇到 再遇到小鄉啊 他在遇到陳吉的時候 可能會不妙 陳吉跟小鄉可能 蠻打得到 今天狀況不好的直球 所以他決定在那個時候 要換宮西上去了 金村不能再投了 這樣 另外還有 又被問到 七局開始把吃點榮蔭 柳川大城換上去 結果被逆轉 那關於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監督就說 柳川軍現在球的品質不太一樣了 好 之前的柳川軍的球 就是比較好 然後我們也為了要讓他 重新找回他那個時候的球 讓他去二軍一下 他說這個完全不是被對手打得到 或是對手打不到的問題 不是被打 或是沒被打的問題 是球的品質 投那個球的 打者 這是打者 很好判斷 很好抓 他說好像有點疲勞 可能有點累了 他覺得這是 但這對他來說是好的經驗 這一段期間在一軍這些起伏 對不對 一開始很順 什麼頭都救援成功 不失分 但是後面最近都 每次出來都不順 他覺得這段期間 對柳川大城來講是好的經驗 那關於池天榮蔭的話 他覺得有一點 對池天榮蔭的身體狀況這一面 有點擔心 他說最好當然是希望他的肩膀 或手肘沒有什麼 這個不好的消息 最好他希望 其實應該是還沒有是不是 還是說他只是擔心而已 就是如果是肩膀或手肘 不太舒服的話 最好是不要啦 他覺得最好是不要 因為他希望他可以投 但是重點是 對 就是最近都一直都有讓他上去投 那當然我們現在球隊 要派另外的人上去投也都還OK 也都有人選 所以讓他邊休息 所以柳川跟池田 以新莊監督說話的內容 看起來就是柳川會下去二軍 但是池田應該是會繼續跟在一軍 然後可能會讓他邊在一軍 邊做一些適當的休息 看起來字眼是這樣子 另外還有轉到熱天的守護神 澤本昂大 好像日本歐隊怎麼對他 打得蠻順手的這樣 他說澤本軍大概 現在都很不想看到我們 Fighthouse的球衣 看到就被打 到底是怎麼了呢 他說他看影像 澤本昂大對到其他球隊的時候 都輕輕鬆鬆解簡單單 就把人家壓制住了就救援成功了 我們對到我們的時候 比如說七八九局 是不是我們球隊 真的在第七第八第九局 特別會打特別有任性 就是打的特別好 打折很難解決 對 因為剛剛要開錄前 我突然想到我去找一下 我是看雅虎上面的數據 澤本昂大今年對日本歐隊 登板12場 投了11局 目前防禦率7.36 11局裡面被打19資安打 失了10分9分至這分 他對其他的 比如對C5有9場 投9局0 防禦率0 他現在的這個防禦率大部分 是因為被火腿打的 現在防禦率 應該是今天玩 防禦率其實還好 2.85而已 可是對火腿是7.36 好我先念完 對羅德2.45 7.1局丟2分 對歐利4頭6局沒10分 對卵贏頭6局沒10分 對C5對歐利4對卵贏都是0 對羅德就7.1局丟個2分 可是對到日本歐隊 11局丟了10分9分至這分 好妙 對到火腿好像也比較多 對也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但是也沒有多到很多 因為你像C5他有投到9局 對到9局了 可是就是很妙 就是很妙 今年不知道怎麼搞的 大家都打得到澤本的球就對 澤本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眼睛特別亮這樣 好那提到打澤本 就是今天在第9局這個時候落後了 要落後3分要追 那時候日本歐隊第9局上半 兩出局蠻累 換到松本剛這一陣子表現比較不好 媒體那時候寫是 9月的打擊成績 9月過一半了 9月打擊成績在今天之前是 0.095 就不到一層了 21個打數兩支安打 就打擊狀況非常不好 可是松本剛今天在 正本大手上第9局打了一個 執念的兩分台姆利 執念好久沒聽到的金鑽優馬 執念的兩分台姆利這樣 那裡面也就想要介紹一個故事 他說這個 這一次 聖本剛能夠在這麼低潮的情況下 打出一個 兩分打點的台姆利 全靠著 雷耶斯一句鼓勵他的話 我雷耶斯 雷耶斯 怎麼都會 又會打拳雷打 又會唱歌 又會鼓勵隊友 又會鼓勵隊友 太妙了 來看一下 雷耶斯跟這個松本剛講的什麼 一開始 松本剛自己講最近的心情 先來講這個 我看一下 就是他說最近考慮看事情的時候 思考事情都好像比較負面一些 然後好像低潮吧 嗯 就想想東想西這樣 對反正就是想盡辦法 要想辦法讓自己 要想辦法樂觀 想辦法樂觀 就是想辦法拿出這樣子的那種 就是那種Kemoji 那種想法出來 最近都其實很多時候想事情都很minex 就是負面 但是又知道自己要提醒自己 要樂觀 要樂觀 對 不過這種時候真的很辛苦 因為你要提醒自己樂觀 就代表說是真的狀態不好 真的就是不好 對 你才會一直要提醒自己 對 所以今天打出這個安打 他覺得自己有一點 眼淚快要掉出來了 快掉出來了 一種高興 就是很開心 對 那後來就是 當然就是剛好這樣 大家前面的打者這樣連啊連啊連 才能輪到我 那大家自己也知道 就是最近自己打的狀況真的很不好 所以他也有那個心理的想法是 就算這個時候監督要派代打 也不奇怪 那當然監督願意相信自己 就是讓我松本剛繼續上去打 那我也就是報紙的心情 不負監督的期待 所以你看光看他這一句裡面 還是有一點點 他後面就多了那個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 我監督就算這時候換我代打也不奇怪 就是他還是 像他前面講的那樣 對 就是想事情會比較消極一點 對 雖然告訴自己要正面要正面 可是你還是會不小心跑出一個 這時候換代打也不奇怪嘛 對對對 還是會 因為我最近打不好 對對對 好那再來就是 Less到底跟松本剛講了什麼 他說今天在比賽中 Less先向他講了一句 不要洩氣 不要往下看 往下看 那日文的意思中文解釋 就是不要洩氣 不要垂頭上肌 不要低頭 對不要低頭 要正面思考 要正面思考 那松本剛自己就覺得說 嗯 因為松本剛比Less年紀大 Less27 28 我記得 啊松本剛已經30出頭歲了嘛 他就覺得啊 或許這一陣子 這些日本人的學弟們 可能畢竟我現在是先輩了嘛 對不對 我是學長了 大家好像比較難開口鼓勵我 比較難看學弟講話 因為大家畢竟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學弟嘛 因為這絕對比較年輕嘛 大家好像比較難 難以其詞要來鼓勵我這樣 因為他可是Less 可能譬如是外國選手 他們想法 不會在意這個 比較不會在意這個 比較不會在意這個 上下關係 對他就覺得 對我現在就是要鼓勵你 後來Less就對著松本剛說 你是一個好的打者 因為你是一個好的打者 所以你要抱著自信 自信去打擊 上去打擊 嗯 所以他就受到 Less激勵的這句話 那就是繼續 好我對我要抱著自信心 上去打 因為畢竟這也是 就是我的任務嘛 我當棒球選手的宿命 輪到我打 我還是要認真去打 抱著正面的心情去打 就是挺起胸膛 站上打擊去 他接下來會這樣 繼續一個打擊一個打擊 繼續 拿出自己應該有的表現 所以那Less 現在真的 一份薪水 要做好多事情 又要禽燒肉 又要當心理醫師 就是本季 松本張是 CP最高的洋將 松本張是選手會長 對不對 我記得 還是隊長 反正就其中一個 會長吧 會長 選手會長 對啊 選手會長 還要靠洋將來鼓勵他 對不對 哇 馬上就有效果 這也是這個神的 這個神的 神級的洋將 真的什麼都能做 好 那再來下面來介紹一個 這個也是前一兩天看到一個新聞 當然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些退役的歐兵們 youtube頻道自己的 一直開一直開 那有一位名捕手 伊東琴 他也有一個110channel 他的那個 他的youtube頻道的名字 110 110就是那個 我們打那個什麼電話警察 那個110 這樣有 報案 對對對 類似這樣 然後他就有一個影片推出來 就是裡面有提到 他對於天公與良 因為捕手 捕手看捕手 那最近比如說 球技後半段打擊整個狀況 掉到谷底啊 什麼什麼的 他有一些話或激勵的話 或者是建議 想對天公與良講 那他就說 他這一陣子看 但不是每一場都看 大家有一次有機會 看到日本火腿的比賽 他發現天公與良 那天看好是蹲捕手 他說每當這個守備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危機 壘上有人了 或怎麼樣的時候 天公與良一隻 轉頭看板凳那邊的次數很多 就是很多 那當然他說球隊 因為現在到了球技尾的尾聲了 末半段了 那在爭奪名次的時候 就是重要的比賽都一直來 每一場都很重要 要守住第二名 進入CS 對不對 甚至還有想要爬到逆轉優勝 這樣 他相信這種狀況 只要是捕手 一定都有 各式各的壓力 各式各的壓力 一定都會來 他就回忆起 易東晴就回忆起 他自己年輕的時候 他回想他自己也是常常三不五時 就會想要轉頭 看板凳去那邊找救兵 他自己要回想他自己菜鳥那隻 也是會這樣 也是會這樣 所以他甚至那個時候 有時候他回頭看板凳那邊 可能監督 可能教練還會 我講錯了 他說甚至有的時候 板凳那邊會主動在那邊 叫他來 對 叫他要看 對 可是他 易東晴回憶他自己那個時候 他說我有時候會裝作沒聽到 繼續做我廠商的事情 我裝作沒聽到 意思就是板凳教練 監督那邊叫他 他不要下指令給你 易東晴會裝作沒聽到 沒聽到 我繼續做我該做的事情 對 他說因為他那時候 他覺得我還是要有那個心情是 請把這個廠商的任務交給我 對 因為他是廠商的指揮官 他是先發捕手 雖然一開始剛當捕手的時候 也會想要找救兵 可是後來他自己覺得 只要是一個捕手 他應該要有這種氣勢 就算你們板凳區要叫我幹嘛 沒有 我裝作沒聽到 我要靠我自己把這個場面 引導投手 把這個場面控制住這樣就對了 他說其實也不只田宮玉良 他說最近羅德的佐藤都治也 也有類似的情況 因為羅德現在也是處於一個 就是想要搶進季後賽 現在雖然是第三名 但是後面熱天追的很緊 當然羅德也希望如果有機會 因為他也想爬到第二 因為第二就至少第一輪的時候 有組場的權利 有是 對 如果你是第三就沒有 你就是全部都課長這樣 所以他就是看得出來 佐藤都治也有這個壓力 所以最近打擊狀況 也有稍微比較變得不好 所以一段時間都覺得 當捕手面臨球隊 要拿勝利的壓力的重量 尤其在球季接近尾聲的時候 真的是會越來越重 然後捕手也會自來而來 就會不會太在意自己的打擊 所以身為捕手重點 都會覺得我要好好引導好 投手就好了 我打擊打得好不好 先丟一遍了 那個壓力就會 自己會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先跟投手搭配好 所以大部分打擊就會開始往下掉 最後一段時間 想要跟這些捕手講 或跟田工藝良講的是 越是辛苦的環境裡面 越能累積到好的經驗 意思就是現在可能大家狀況不好 可是不要放棄 不要灰心 繼續撐下去 這些經驗都未來會是你好的經驗 這樣子 都會幫助到你成長 對 這一種情形 想對田工藝良 或者是其他這些 他有看到的一些捕手 因為他自己以前 西武德明捕手 也當過西武的監督 也當過羅德的監督 對 所以這個什麼 參考價值應該是蠻夠的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話題 這個信裝監督的 對那天因為15號的時候 下雨沒有打 他還是有接受一些媒體的訪問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 他已經想到 日本鵝腿接下來湧闖 日本大賽的時候 他要怎麼慶祝 意思就是 日本鵝腿最後在陽聯的高潮系列賽勝出 對不對 可以前進日本依樂 那個時候要來怎麼慶祝 他已經有計劃 他在想 他已經有計劃 對對對 然後大家知道 一般拿油勝一定就是 那個什麼 啤酒大戰 香檳大戰 啤酒 啤酒 啤香檳 對 他說我們不噴啤酒 我們要噴牛奶 因為北海道 他說因為我們在北海道 所以要用牛奶 再不然會不會用個玉米 或是用個馬鈴薯也好 也會痛吧 馬鈴薯會太硬了吧 還是要請工作人員 先把馬鈴薯摸成泥 馬鈴薯泥這樣 來抹在臉上 不然你整顆馬鈴薯丟 會噴死人 會死人 反正意思是說 我們沒有要用啤酒 我們要考慮 可能用牛奶 可能用玉米 可能用馬鈴薯 他要反問 這個記者們 他說什麼時候可以決定呢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 什麼時候會確定 什麼時候會確定呢 這樣子 監督又回答說 如果現在的球隊狀況來講 是真的很有可能可以 打進日本一 因為接下來高韶系列賽 所以他對CS是有信心的 對 以球隊現在的氛圍 或是怎麼樣的 就是我們進了CS 我們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勝出 好 第一次都沒在怕 你要三要來打二 我也沒在怕 我們二要去打一 我也沒在怕 我都覺得我們會贏這樣 意思是這樣 另外還有就是 他又特別要再解釋一下 因為他不喜歡用 這個香檳大戰 啤酒大戰的原因是 我不想要跟人家一樣 因為大家每次就是瘋狂 也就通通在噴香檳 都是用一樣的事情 他說這太無聊了 對 我就是不喜歡跟人家一樣 就這麼簡單 然後剛剛又要配合 我們是北亞道的球隊 所以他現在目前的idea是 那你就來噴個牛奶好了 這樣子 好 另外還有他又在加碼 他說我也不喜歡 豬仔街 我也不喜歡丟 比如監督勝利對不對 優勝監督要丟到空中這樣 我也不喜歡 普通的東西 我討厭我不喜歡 至於要怎麼慶祝 如果我們真的 打進日本議員的時候要怎麼樣 請大家交給我 我來想 我來想一個特別的 這樣子 我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因為從我當監督以來 一開始我的想法 就是以三年計畫在思考的 第一年怎麼樣 第二年怎麼樣 第三年要開發結果 所以其實到現在 完完全全都是照著我的計畫 一直在走 我有在想 對 對意思 我一開始就在想 第一年第二年 現在第三年 我們要怎麼樣 現在都是照著我的計畫 成績要出來了 這樣 所以現在想這些東西 就是我 就很樂在其中想這些東西 想的話 如果真的可以實現 這個就是我的人生 他一直在 新莊以前不是就常常 他就是一個差不多三年 然後就會 幹出一件大事的那種選手 甚至你看他真是當監督了 他現在就是說 對現在剛好第三年 我準備要再幹一件大事的這樣 這是我的人生 每逢三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大事要出來 就要出大事 大家期待 好的大事 除了可能 噴牛奶 我覺得會很臭 不會啦 我覺得背來倒牛奶 至少味道是好的 工作人員也會濾掉就是 對 噴牛奶 可是牛奶怎麼噴 因為香檳跟 那個啤酒是因為有氣 所以他一直咬 他會噴出來 可是牛奶 還是這種氣泡牛奶 有這種東西嗎 氣泡水加牛奶 這個其實不是很妙 不然牛奶怎麼噴出去 還是弄成那個手槍 撞在那個裡面 這樣啤啤啤啤 大家這樣射 對 你沒辦法 因為牛奶瓶你只能用倒的 你沒辦法噴出去 撞在那個 類似水槍 不是手槍 水槍的裡面 然後這樣啤啤啤啤 大家噴噴噴 這樣 好吧 期待 期待 真的 期待他會用這樣的方式 為了讓球迷有眼符可以看到的 有除了噴香檳噴壁有之外 還有什麼噴法 或者是不得要動啊 可以不要丟到天空 他能丟一個什麼 或是要想個什麼新的慶祝方法 拜託 讓日本火腿贏一下 好不好 至少打進 我想的新的慶祝方法 對 至少打進日本 拜託一下 大家幫忙一下 這樣子 好 那這一集的日功配信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聽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就下一次的節目再會 拜拜 拜拜